就是说它这边可以分两阶段来看 我们先不要管上面这个1 我们先管下面这个 假如说我输入什么98765 要把这几个数字做什么 加总 对加总 你要把加总结果帮我print出来 这要怎么做 OK 我提供两个方法 解法有两种 解的方法你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思考 第一个方向就是说 我们用比较直观的 就是说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先把第一个字抓出来 再加第二个字 再加第三个字 再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 但是的话就是把它当文字看待 文字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抓出来 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互相回家 这是方法一 OK 把它当文字看待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把它当数字 但是数字我要怎么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到的数字是 哪一个呢 是抓到这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抓到这个 这个数字 OK 方法方法二的话呢 你可以利用什么求余数 跟那个有没有除除的除除 两个方法 你就可以把我们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不过这个也许请各位先想想看 待会我们再逐一来讲 但是这一题比较麻烦就是 这个是第一阶段 这个还有一个阶段 比如说输入一的话 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次的这种加总 那如果输入三的话 意思说输入一次 输入两次 输入三次 意思就是要跑三次 这种帮你加总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题目先稍微看一下 然后也思考一下 假如说我输入的是98765 那你就帮我把9加8加7加6加5 全部加总的结果呢 帮我print出来 程式该如何撰洗 看一下 大概 我先demo一下 最后的程式你看五行而已 那我们大概遮一下 你要先被它影响 98765 OK 那帮我加总起来的结果 Sum of 这些数字 就是加总结果是这样 OK 35应该没错 那做的方法 基本上呢 我第一个方法 是用切字的方法 那怎么切 这边是不是 这边有个概念 就是类似像 我先把这个注解一下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得到的是 那个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的话是98765 里面的第几个呢 假设今天我的这个是个S S等于这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得到的是5的话 5喔 print 底下有print print s 中瓜糊 如果我要把5print出来的话 那我中瓜糊里面应该填多少 特别最后 特别最后 这个是0 这个是1 2 3 4 OK 特别最后 如果我要5的话 输入4 执行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5 那如果我今天要6的话呢 3嘛 对 执行一下 6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0 这是1 2 3 4 应该懂的意思吧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喔 我要把它当一个字 然后分别取出来的话 其实只要怎么样 分别把这些字 那总共有几个 总共会有5个嘛 所以我的写法就可以这样 第一个喔 一样先在 这边先产生一个初始词 sum sum等于0 加总 input的到哪里呢 到number好了 假设我input的 那进来的话呢 我不用转型 因为是文字 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for i in range 关键地方来了 这个底下 这个 这个我重启 in哪里呢 in这个range range特别注意 我要从0开始 所以你就输入0 逗点 0到多少 假设我输入的是 9 8 7 6 5 它总共0开始嘛 所以我应该是0 1 2 3 到4就停了 所以我这边输入5 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下一次 他假设输入9 8 7 6 5 4 3 那不对啊 其实我们是可以拿什么呢 拿len len len 就是算长度嘛 算什么长度呢 算这个字的长度 这个字里面有几个字 可以 然后小瓜糊 那回来的话呢 里面 就是多少 5个字嘛 假设5个字 5个字的话呢 len 这个就5了 那刚好怎么样 我们就0 1 2 3 4 刚好也是5个字 欸 你这边不用加1 对 为什么 因为它从0开始 ok 还有一点 如果是0开始 这个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其他数字不能省略 如果你省略的话 意思就是从0开始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range ok 好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帮我抓住 怎么抓呢 我基本上的话一样 就是sam sam等于呢 加总就是sam 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字 欸 那个字的话呢 就number m-u-m 然后中瓜糊 有没有 这边的话你就给它一个中瓜糊 第几个呢 第二个嘛 有没有 所以它第一次0 那就抓到9 好 然后第二次8 有没有 7 6 5 全部 但这别注意哦 它过来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需要怎么样 把它转型嘛 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文字嘛 对 然后我就把 在外面加个int 前瓜糊 再后瓜糊 再把它累加起来 后面的话呢 我就分别了 再把这一个输入的number 跟sam 分别放在这一个 大瓜糊里面 这跟这个写法 跟刚刚那个 纠结成法表是一样的 有没有 所以 加总的这个 所有的结果 这个数字 的结果是多少 ok 这样的话 那我拿来run 基本上 程式写完之后 我就输入了 所以输入之后的话 我就输入 9876 有没有 它就input进来 然后就分别帮我把一个字 有没有 sum 预设是0 所以0加上 转型之后就9 先放在这边9 然后再放8 7 最后加完之后35 就丢到这边 分别把它 噔的出来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加总的结果 是35 答案就正确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好了画面呢 先 还给各位一下 关键就是这个 这个字串的取哪一个 就是这个字的 中瓜糊 第几个 数字从0开始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也就逐一逐一的取出来 逐一逐一的取 那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求鱼数 跟那个除除的结果 不过那个方法 会用到坏回圈 这个坏回圈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 我们就讲4回圈 所以 第二个方法 也许我们后面呢 讲到那个坏回圈的时候 再跟各位做说明